連續上了六天班 補班日結束後 商圈人潮 絡繹不絕 但突然之間 好幾間店都把招牌燈關了 因為每年三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的國際關燈日 深酬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和區域 都會把不必要的電燈 關掉一小時 節能減碳 我們關燈一個小時 全台七千多家的這個門市 換算下來一萬度節省的電 可以北高來往兩百多趟的一個車程 包括嚴索超商 各大金控和銀行都共同響應 台北101也把外牆燈關關了 根據台電統計 這個夜晚總共節省了大約十五萬度電 等於減少七十六點四噸二氧化碳排放 台灣從2010年起響應關燈活動 這是十四年來最高的節電記錄 我覺得對地球會至少要好一陣 會好一點 但是不知道這活動會不會持續下去 所以很希望他未來都可以一起持續下去 對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我們人民 或者是社會團體 應該要多呼籲政府 然後去幫忙去做宣傳 全球氣候危機越來越嚴峻 減碳行動勢在必行 關燈日過後 產官學研各界得繼續嚴密對策 全民都要動起來 才能一同守護我們的地球 華視新聞 黃澳天陳欣勝台北採訪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